Hello 大家好 最近大家都非常疯狂地搶口罩 所以現在真是一咒難求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怎樣可以保護自己 和保護我們身邊的朋友家人呢 在這個非常時期 我們可以用一些非常手法 我之前測試了用不同的方法 做這個三層口罩 我試做了之後 認為一個比較合適的方法 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這個口罩我會在中間放 可以自己換的3M冷氣蕾子 蕾子可以過濾、微粒、花粉、細菌 在這個情況之下 帶著好過感光脫脫地走出去 拿走了蕾子之後 臉口罩可以清洗再用 這是我之前試做的兩個製成品 第一個我試做的時候 外面就用了棉布 中間有一層是這個 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是可以防水的 中間有一層很薄的防水布 之後有一個二層沙的布 再加一個小袋子 我測試做完之後 試大過後 就發現太多層了 令到很難透氣好焗 最後這個方法我就放棄了 再試另一種方法 另一個方法就是 外面一樣用沙布 中間這個就是防水的 然後用二層沙的一層 可以打開 可以隨時換回自己 換換那個3M蕾子 但後來我適早做之後 我還是覺得中間那層 可能中間那層有這一層防水層 都是比較焗的 接下來我會和大家分享 那個就沒有中間這一層的類子 只有面頭、面布 還有裡面的二層沙 我們一齊看看 可以的材料是怎樣 我今天會示範 示範一個小朋友的版本 就會有一個 之前已經畫好了的板 要兩個 大家記得畫板是這樣 一次、兩次才可以做到一對 如果兩個都是同一個方向 是拼不到在一起的 這樣就會有兩套 這個 待會我會用來包邊用的 兩條帶 還有一個 這個我在家找到的 就是不要的鐵線 好 我們現在開始做了 我們現在首先把兩塊面布 面對面 搭好它 很簡單 面對面 角對角 如果大家沒有衣車的話 其實用手縫都一樣可以做到 首先我們現在 就要先把這條彎位 在這條線 我們現在開始了 大家記得一定要回針 好 好 現在先把第一條線 車完之後 我會在這個位置 會剪一點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呢 會待會我們翻出來 會有一個弧形 把這條線在這裡 沒有剪到太近 剪到線的位置 盡量 好 好 我們可以翻出來給大家看 好 我們可以翻出來給大家看 就會有一條很漂亮的曲線在這裡 大家不要剪得太近 剪得太近 就會裂開了 這個位置 我們這個就放在裡面 待會會再用 之後就會做了 裡面底層的二重紗 二重紗這個 我就會把它包在裡面 這些包邊帶 其實可以自己做 或者普通的12元店都可以買 用反面的包邊帶 打開 你會看到有兩條線 我們用這一邊這條線 大家看到嗎 這一邊這條線 就對著我們的 這條線 好 好 好 那車這個位置 我們要小心 要車得慢一點 因為始終 有個弧度在這裡 可以剪掉了 再回頭 將它整個包著 吸回我們剛才的條線 蓋著它 這樣就可以放回去斜 如果大家怕散開 都可以用大頭針 或者夾仔 這樣就可以了 再把它蓋著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載好一邊了 那先載好一邊 先載好一邊 就這樣吧 反轉它 好 煎焦 就這樣倒一點剪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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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邊又完成了 之後我們就將這個口罩和這個夾合放在一起 這樣 面對面 面對面 我們只要填下面這條線和上面這條線就可以了 對面 這邊一樣 夾著它就可以了 我們就開始切開 這個厚 大家看到嗎? 這裡把這個摺打開 我們就完成了一邊 然後就切回上面這個位置 把這個切成線條 我們要先切一邊 我們要先切一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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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整齊的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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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扁之后就凸出来了 完成了下面那条线了 现在我们会把这边的线拉开 下面的位置 这样 这个是上面 看不见到这个位置 这个就没办法用机缝 这样我就会用手缝的 如果在家里 没有这个 找不到 这个 这个 叫什么呢 这条边 这条 都不要紧要的 这样我看到企有 就可以拿来用一下 好了 好了 封完铁条之后 整个口罩翻转去 一个洞洞 好 翻过来 就可以了 大家都是用糖豆 烫一烫它 好了 接着我们就来做 这边 因为我没有用糖豆 因为我没有用糖豆糖 用手按平 接着呢 我们就在这里 摺一个小摺 小摺 小摺 摺一条 放进去 放进去 再摺多一摺 你要确保 你的铁条 可以 拉动至于 就是这样的 那就可以 放进去 斜了 好 接着就切到这一边 同样 接着 一点 放进去 放进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将它们 绑回 打开 打开 铁条 拉 拉 这边拉好一点 就可以了 这边也是 打开 打开 铁条 把铁条 打开 铁条 打开 好 看 这个口罩就完成了 上面这个是口罩 可以自己调校 那里面呢 就是因为 大家听到那个3M的冷气机 在陈网的口罩 就是陈网的报道之后 大家应该是蜂蜂而致 走去抢购 这个3M的陈网 所以 我都买不到 找了两三天都买不到 那我用纸巾代替 先告诉大家 就这样 塞下去 就是我们剪完之后 因为那个是很大块的 那你要自己剪裁 剪裁完之后 就这样塞下去 剪到适合的尺寸 就这样塞下去 这样就用得了 那我当然还要再塗一塗它 那这个就完成了 塞完 我们用完回家之后 可以拿走它 这个当然是扔掉它 这个是可以替换的 这个是可以替换的 那这个口罩呢 就要放进去消毒 放进去消毒 浸一浸 之后再清洗 晒干它 烫一烫平它 这样就可以继续 不停不停地 重复使用了 那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又破不了口罩 这个不失为一个方法 可以尝试 但始终都是外科的口罩 是最安全的 那大家有时间 可以试一下 这样做自己的口罩 多谢大家 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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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